这局终于找回状态 开局他们就和恒大女排展开了对攻 尽管来访的美国女排非常年轻 但是赛前郎平却认为 这支着眼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队伍 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尤其是他们的主攻手霍奇 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排弹的新星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第三局开局 美国女排就利用强攻屡屡得分 双方的比分开始交替上升 一个费快球 很可惜这球没有控制好 他们在1月12号客场3比1胜的广东队 就提前三轮出没成功 不容易啊 确实 组练只有几个月 是啊 这个美国队的应该说 队员的精神面貌不错 很有拼劲 打得也很有韧劲 美国队这局是拼得很凶啊 特别是网上的这个进攻的实力很强了 快球远后 4号也拉开 还是阴音 今天阴音的进攻啊成功率比较高 也非常稳定 所以拼八球拼得很凶啊 一个轻打 好 周思虹一个前摔 掉球再打 黄坤 黄坤啊在往前把握住的机会 这个看投球机会抓得不错 对 你看美国队它的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它的进攻还是蛮凶的 是啊 7比6美国队领先一分啊 发球的10号巴恩斯 有保护 再来 两次了 看来 还是打这点 美国队跳船 轻调 轻调 但是 东大队的队员压的比较靠蹲线 所以这个球没有能够救起来 我觉得他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状况和 把运动寿命延长了这么久啊 是值得其他的年龄比较大的运动员 去访效的 是学习的 哇 现在恒大队保护以后 四号位进攻 每个队已经注意了对 阴阴这个点的防守 恒大女排目前拥有四名前国手 队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28.2岁 但是 经过郎平精心打造的四老带两心的优化组合 却使这支队伍充满活力 一方面 队伍的基本功扎实 遗传稳定 防守顽强 另一方面 多年大赛上的经验 帮助恒大女排在进攻 始终保持着很强的实力 整个队伍的攻防战术体系 近乎无懈可击 这些也足以证明了 主教练郎平 在执教队伍的高明之处 传球 背传 又是周思宏拿手好戏啊 二号位 跑中几攻打实现 18号1米82的主攻手是科里摩尔 1米91也比较年轻 12比11 现在是第三局 美国内领先一份 好的 防守好 打前块 这次由哈马托把车打成了 球发的不错 哇 那个队球扣得非常凶 在二号位由他的主攻手 科里摩尔 他们扣球的力量和线路 确实很有独到的力量 对 稳定的一船 跑动 你看 这个 送来这次杨昊 他不是在四号位置死等着 对 往里有点切 对 就在这个三号位和四号位之间 这个位置 对 你这一跑动 对方的拦往这个对不上这个点了 对 双方在经过了一段相持后 恒大女排的两名老将 前国手杨昊音音 再次帮助组队打破僵局 两次强攻反击 帮助恒大女排率先进入了 第二次技术暂停 他现在提出的也是欢乐的拍球 所以大家每一个队员 他训练的激进很高 都是这个凝聚力也很强 对 这是一个队的重要的一点 对 这球后引萌非常漂亮 是 球发的不错 一传没有到位 调整 四号位 轻打 这球反而打成了 后面跟上的队员保护没有到位 现在发球的是巴恩斯10号 接好遗传 标球 那个队很顽强把球打过来 恒大队再来 你看看 刚才我们介绍 这王口的能力强 要证明这就是冯坤的绝活 王口的单手传球 在全国不多 他的这个传球 确实有点经典味 对 形成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是 这球11号 还是我们介绍的这个霍奇 维哥霍奇 拼防守拼得很凶 拼起来以后 然后打反击 他有时候这个有效篮防 对 为后排这个起球 对 赢得了机会 对 你看又能防起来 再打 对 这两次球都能救起来 你看 防守反击 防守反击 现在是二传手 六号 格雷斯发球 来 又来了 好的 漂亮 第三局的后半阶段 美国女排再次暴露急躁的心态 几次失误 让她们的追分 前功尽弃 而从本场比赛的过程 也不难看出 几位黄金一代的球员 冯坤 杨浩 周苏洪 音音的近乎完美的表现 是恒大女排能够始终主导 这场比赛的重要原因 赛后 很多媒体称 黄金一代的表现 让恒大女排这支假币队伍 用了白金的价值 油的作用也好